二十二胜二腹全是贪吃 为了打爆对手不管死活 大开大合的进攻以及用头硬扛重拳的画面 每一针都在让人血脉膨胀 他是全坛史上最凶长的世界拳王 不管防守除了进攻还是进攻 如果你不能把我轰炸到昏迷休克 那我就绝对炸钢体能把你打到挺尸 他能在一回合被三次打摊遭受全场观众嘲笑狂吁 也能绝地反击疯狂轰炸KO到对手当场跪下 也许他四次打摊约束耀的表现让你震惊 但他的职业生涯要比这场比赛更疯狂 这次追路格斗给老铁带好头盔 今天就来看下这位打摊约束耀的杜博瓦有多凶长 生个1米96必涨1米98 生涯战进22升21次KO 现任IBF重量级世界拳王 尽管拥有在接近100%的KO率 但杜博瓦从没被人看好会成为世界拳王 职业生涯90%以上的比赛都是无人问津的电场赛 然而他却能用一场又一场 不管死活的重拳连轰KO所有重量级怪物 让拳坛一次又一次感受到 他蕴含着无限恐怖力量的拳头 而杜博瓦最凶长的一点就是他毫无战术可言的活力全开重拳 每一次大开大合的拼拳对红都能让所有人感受到什么叫血脉膨胀 从终身敲响一刻他就直接榨干全部体能 把所有力量灌注在每一记重拳上 他生涯仅有的两场失败都是被打贪 但这样更彰显出他那硬核的真男人气质 而杜博瓦职业生涯最不管死活的三场比赛 第一场就是2019年与拉兹万的对决 比赛一开场杜博瓦那大开大合的坦克斯前冲压迫冲拳 就对拉兹万造成窒息的压制 那不知疲倦的狂轰乱炸在前一分半中几乎没有过一丝停歇 一回合还没结束就似乎把拉兹万的血条打走一大半条了 然而这还只是钱财 进入第二回合杜博瓦才是开始真正的不要命轰炸 尽管拉兹万想以压还压同样的对轰来压制杜博瓦的爆炸 但要论头铁谁能比得上杜博瓦 仅仅两分钟拉兹万就在拼拳中陷入困境 杜博瓦不断推进下发起连续六拳贴身引爆模式 轻松完成KO 而第二场和哈里桑的对决简直完全展现了杜博瓦的花干眼体质 两位全攻型的选手从开场后就已经是胜上限速爆炸的疯狂对轰 这完全不是在拼拳而是在拼血量 前两回合在杜博瓦不管一切前冲连轰带杂的攻势下 在一轮双方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对冲简直能载用拳击实测啊 可惜从这之后哈里森就开始了无尽的地狱至暗时刻 在第四回合杜博瓦先对哈里森进行14亿分钟的头脑风暴轰炸 长时间的老江震荡下哈里森已经接近残血 于是杜博瓦突然前冲贴身板板两击中拳瞬间KO拿下胜利 这种畅快淋漓的击倒确实很震撼 但对于杜博瓦来说这只是正常操作 而第三场则是杜博瓦最讨厌的日本选手藤本金泰兰 这是一场全方位的脸牙 藤本金泰兰从开场后完全没有展现出重量级选手的水平 不仅没打出过一次有威胁进攻 而且面对杜博瓦的重拳每一次都能被打得满场飞奔 而面对毫无战斗力只会满场跑的日本拳手 杜博瓦仅在第二回合开场50秒这一记直拳打飞出三米开玩 这一次击倒甚至感觉不到杜博瓦的力量 而只过了50秒 被连续轰炸30极拳后变体鳞伤的日本拳手 就被杜博瓦一记时速300公里的重拳爆头KO 而这三场比赛还只是展现杜博瓦凶残的冰山一角 尽管大部分人认为他与约苏尔的比赛是暴能赢的 但回顾他的职业生涯才发现 杜博瓦能打出那四次凶残的击倒根本就是正常发挥 好 这也是居路格斗 格斗可以伸点一样优雅 拜拜